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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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喜欢过贵族生活 你看星巴已经达成了 小时候不执着 不着想 但是很喜欢贵族的生活 比如说他要住在一个大别墅 这别墅在半山 前面的庄园全是他的 里面最好是有他喜欢吃的树 里面接着各种果子 然后还要有游泳吃 高尔夫秋茶等等 他要很绅士的穿着夜尾服走出来 最好是他最喜欢的女的男的都在哪 然后呢 吓杀出来了 然后搬着这个 哈哈 三十七五 然后那个 你还是打我吧 这个 太吓了 你热心 我给你描述一下 你省得过得麻烦 你看那样你多舒服 你肯定不会挨挨的 你就缺那些知道吧 想一想都开心 就想过点生 他也不是说小 他不喜欢过土豪嘛 是吧 不想过土豪 就像英国绅士 绅士啥样的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穿着叶维服 还提个什么帐 拿个拐杖 然后穿着 借了小姐了一多帽 你好 然后都说 哎呀小双多有礼貌 所有的事情 然后小双拿着拐杖指挥 把那些果子摘下来 你看在咱们山上 这个气派出不来吧 然后说 把那些果子摘下来 一个果子也没有 他现在应用指挥我了 说重战 摆杖不行 你要配个那个手杖 叫手杖 然后给小双做个叶维服 戴上那个大圆帽 然后小双站在半身 然后呢 把果子摘下来 然后大甲带着盘车 噓 这么轻易才过 小双马上病好了 真的 马上心就 一下子 废气就通胀了 比吃药快多了 里边千万不要提修行的事 一休醒万年修会 这不是昏了吗 这难受呢 这永远是两个矛盾 小双 让小双过一下 那样的生活 小双就说 罢了 持生子 唯一的再有遗憾 就是没成佛了 今生已经了了 过完了 要不哪天我们租个别墅 让你过一下呗 我们大家都 打扮成你的仆人 站在你俩边道上 你穿着礼服 戴着帽子 咔咔咔 我们在这两方 戴着这个人 是 谁都我给你吃药了 进去出来好了 然后一个大别墅 两天俩排到 后面摘两棵果树 小双咔咔咔 走过来 然后走到门口 有人给 把门拉开 比如我拉起一个 灰烯 把门给开开 一定要打扮到 不能下休息 应该是头上 带个什么花 像天女一样的 给小双拉开 然后说 楼上停 我以为一个围裙 说 煮饭 然后小双点菜 最多就是 蘑菇动机 好像梦醒了 比方那个饭 还是梦醒了 我都小劲 因为我都被强了 我又说 不会 这种是没有的 他说 直接炒鱿鱼啊 换个灰热 你还别说 这种生活 是最压抑你的东西 还真是 别以为我开玩笑 这就是你的梦吗 哎呀 小双 其实这个享受两三天 还是能达到的 要不我们大家 每个人都有个梦吧 就实现两三天 就更可愉快的 然后大家一起配合 它去实现 我们爸爸今天把小双 想吃草莓食 都一样 捏着所有 这个腰肉不能拆架 会把小双捏死他 捏在身上 会把这个生死捏在身上 就一直实现美好 美好 没有实现的 他心里会不是 删写出佛陀的说法的 还美好的 但是 是催眠他 让他忘记了自己 身在何处 就是滑梁美梦的 这个玩笑 他对红尘的很多的东西 自己会解脱出来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 你其实这种生活 你一天你就会厌绝 所以相信自己的正量 才会解脱出来 我们很多时候不相信自己 没有体验过的 没有经历过的都想体验一下 有时候想一想 你会绝对自己的 有时候想体验一下 就感觉到自己的 就是 有时候 两个人 有时候想体验一下 所以我们还要 有时候想体验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